林毅今天约了龙欣的孙富瑜和陆颖吃饭 他在饭桌上询问光刻机的事情 他需要知道孙富瑜交涉的怎么样 孙富瑜很是无奈地告诉他 国外公司的态度很强硬 就是不肯和龙欣合作 林毅喀巴喀巴咬着螃蟹腿做了决定 既然阿斯迈尔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我们自己做光刻机了 这话一出 孙富瑜和陆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做 一起吃啊 瞪着眼睛看我干什么 林先生 您确定没开玩笑吗 真的要自己做光刻机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啊 其实光刻机早晚都是要做的 就算头破血流 我也要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太帅了 陆颖实在太佩服林毅的伙觉 林毅放下酒杯告诉他们 一定要网罗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来做这件事 而孙富瑜则激动地回应他们一定尽力而为 毕竟这件事做成了僵尸整个行业的新的连程碑 好 我马上打十个亿给你们 对了 杜学红的情况你们了解吗 老杜 人倒是不错 唯一的毛病就是打牌 上次你发了奖金 他转身就去了澳门 估计赢了不少 最近还主动给我买过好几次的咖啡呢 抽空得查查这个人啊 林毅制定完下一步的规划后就离开了饭店 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林毅集团 林毅刚进办公室就看到季青年来了 你怎么来了 难道林总不欢迎我 那我现在走 老板 不让学姐来公司 是怕学姐查岗吗 还好 我今天没穿黑色短裙 别胡闹 扁原想要弄一套公司的管理体系 我是过来帮忙出门划错的 季总辛苦 晚上回家给你做饭吃 季青年一想到林毅每次做饭都会先开会 这让他瞬间就脸红了 他站起身来害羞地捶打着林毅 这惹得林毅开怀大笑 笑闹了一会儿林毅坐下来 他开始谈基金会筹备的证事 何元元表示公司的大框架已经确定了 接下来会陆续招人 投资公司也正在安排注册 季青年提醒何元元等到执照办好事 别忘了把林毅的基本信息隐藏起来 何元元对此很势不解 没有站稳脚跟之前 暴露的东西越多 就对自己又不利 我的出现必然会触碰无数人的利益 那么隐藏起来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就在这时林毅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通电话听到那边的人自称是孤人 之前林毅给他买过一个月桶架 还和他儿子谈过情 这次他想找林毅帮一个小朋友 我们今天有一场演出 但有一个学生忽然生病 所以想让您来帮个忙可以吗